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谈判,并重启了对伊朗的制裁。 为求自保,伊朗被迫宣布重启浓缩油计划,看来美国已经将伊朗逼上梁山了。西方媒体趁,其实美国还隐藏了一个杀招,就世界退出伊朗核问题,然后逼伊朗重启核武器研制计划,这样,美军就能够对伊朗动手了。 而事实上,也正如特朗普所料,伊朗被迫入套,宣布加速浓缩油计划,美国计策看来是得逞了,并且不断增兵中东,看来大战一触即发了。 事实上,伊朗能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不可承受之中的地方就只有封锁西方经济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通道了。 目前这项重任由于大名鼎鼎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而如果要攻击路过的军舰或者是游轮,最好的攻击手段,当然是使用导弹快艇了。 图为伊朗导弹快艇。目前伊斯兰革命内队已经装备了数量众多的雷电,即、法塔赫及等多款武装导弹快艇。 这些武装导弹快艇大部分都拥有超过40节的速度,可以携带反舰导弹,与雷甚至是火箭弹等重型武器实施攻击。 此外,为了更加有力的封锁海峡,伊朗还拥有一支神秘的潜艇部队,这支潜艇部的绝对主力就是伊朗方面。 从俄罗斯进口的三艘击落极常规潜艇,众所周知,俄罗斯的击落极常规潜艇,素有大洋黑洞之称,其安静性非,常好,而且具备不俗的反舰反潜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也引进了12艘该型常规潜艇,使得中国常规潜艇的计战术水平有大的提高,图为伊朗击落极常规潜艇。 不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最下处只有48公里,而最大水深也不过220米,这使得击落极这种大型常规潜艇的作战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伊朗方面将这三艘潜艇,部署,留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方,充当看门人的角色。 而为了更好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对西方舰艇发动水下攻击,伊朗方面在朝鲜的帮助的设计,制造了一批海岸小型潜艇。 尽管这些潜艇的作战性能较为落后,但是他们拥有主场作战的优势,对小型潜艇的航程,自持力等性能要求不高,战时这些小型潜艇可以使得533毫米,鱼雷对舰艇发动攻击,而且还可以执行部雷任务,封锁相关海域,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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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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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